那老师您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交代的 最后交代 就是说实际上这种法医见到很多这种死亡 他实际上是有犯罪的 但大多数这地方可能是一些意外 我们想法医做了这种工作以后 除了对犯罪分子做揭露 保护这个死者这种他的利益的话 还希望这个事情能告诉大家更注意防范 然后保护家人保护自己 所以希望能够起到这样一点作用 发护我们法医 其实让孩子对活人要做更大的帮助 法医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并且具有极大的意义的 感觉法医的这个形象非常地敬畏 谢谢老师